到中間來 我在您右邊 這是中間嗎 這是中間 各位來給我們九九一個 再次尖叫聲來一下 有沒有九九的歌迷啊 舉個手一下 揮一下您的棒棒 有啦 很多耶 我其實常常很想跟九九講一句話 就是長長久久這樣 真的很厲害 要不要跟我們所有希羅的朋友們 還有我們所有的朋友 遊客的朋友以及我們電視機的觀眾 以及我們線上的觀眾朋友 跟他打個招呼一下 嗨 大家好我是九九Sophie 今天非常的開心 我是第一次來到雲林 第一次來到 第一次第一次 所以第一次就我來到雲林這樣子啊 你有聽過這首抖音嗎 沒有 你趕快回去翻一下 會我來自雲林的 我來到雲林的 舉手一下 都會是不是 喔天啊 對不起對不起我沒有get到 你下次啊 我跟你講下次那個粉絲專業 你就可以來學一下 我來到雲林 然後跟他們跳一下好不好 太厲害了 而且我都知道說呢 其實你過去喔 在二零五年的時候 就發行專輯對不對 對 然後一直到後來 你也陸續的參加像 中國好聲音 然後還有 生靈之王三對不對 對 跟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個參賽的過程 好啊 我其實 我參加中國好聲音已經快 差不多十年的時間了 對啊 很久了 所以那時候就比較 很年輕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是 所以現在參加生靈 我就覺得就是 比較認真 比較專心 比較投入每一次的演出 為什麼你會說以前 比較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以前就是覺得 喔 說實話 我覺得年輕的時候 就是 就是在 have fun 沒有在思考那麼多 是 然後覺得好像唱 唱就上台好上台 然後下台 喔好就下台 就等於說你上台唱完之後 然後回去就放鬆了 差不多 現在呢 孫靈之王三唱完之後呢 放鬆了 其實也會啦 可是聽說你在 孫靈之王三裡面 除了歌唱之外 其實你也有創作 對不對 對 你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生活中的體驗 怎麼樣去解出這些歌呢 呃 有時候是 其實通常都是發洩一下 自己的情緒 就像在寫日記這樣 對 所以其實今天帶來的歌曲 都是自己唱的歌曲 剛剛那首歌叫做 對 然後它是我之前 翻完第一張專輯以後 呃 有一些事情 早就我要回加拿到 等於是沈澱一下 對 但是當初那個情緒比較複雜 所以就是 在那段時間的時候 想要找方式去面對這些感覺 才寫出一首名的文字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說 我們久久喔 他的發洩方式 是透過寫歌的方式去發洩 然後可以把音樂榮祖偉 大家知道他的喜怒哀樂 可是歡樂也很重要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一定要幫大家問一下 請問一下 2022年 新年新願望是什麼 你怎麼團體 停了一下 因為我剛剛沒有聽懂 對不起 新年新願望 2021 我們今年 然後再來我們要迎接2022了 新我的願望 我是想 好好的去挑戰 我覺得作為歌手 其實你們都有follow的IG 我上禮拜就寫 我就覺得 作為一個歌手 其實有點像運動人 對 那一篇有看到 對 像很冷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現在唱歌 其實有點困難 所以我 不好意思有點抽 當然是暖暖包 沒關係 你等一下一登高一呼 十個暖暖包都送給他了 對不對 但是我就覺得要挑戰自己 就是可以在不同場合下 就是失眠也好 非常冷的狀況下也好 就是可以 可以好好的去呈現一個演出 就是很難的挑戰 我一定要在明年 好好的去聽 就是去訓練 不斷的去學習 對 那你未來有什麼樣 比如說可能要出新歌的規劃吧 會 會有新歌 很多很多新歌 很多很多新歌 對 我很期待 各位他可能準備了200首歌 在等大家了 好 那接下來要繼續來什麼歌曲 這首歌是我去年搬回台灣的 發行第一首歌曲 叫做什麼幸福 熱烈掌聲尖叫 繼續歡迎啾啾 等我一下 我喝一口水可以嗎 你要喝一口水是吧 我喝一口水 來 水來一下 感謝你李傑銘 傑銘又出現了 尖叫來一下 傑銘才遞個水給你 他剛剛喝水就尖叫 現在遞水給你就尖叫了 太厲害了是不是 那當然請大家也是支持我們的九九 上他的粉絲專頁 或是上他的IG搜尋 幫他加油打氣一下 那當然他有最新的創作 或最新的作品 都會分享給大家 好不好 來 再一次尖叫 謝謝 另外一個女生 什麼幸福帶給你們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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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吧